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过期牛奶 有人说我是不是不玩手游 那是不可能的 我最近在App Store里面乱逛 然后看到一个寿司店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寿司店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人络绎不绝地来用餐 然后我的寿司店已经在东京 大阪 冲绳和莫斯科 每次升级的时候 你都可以通过看广告 把它送你的钱变成三倍 好了刚刚看了一些广告拿了点钱 我们又可以给我的厨师给升级了 然后现在又可以通过看广告来招出胖子 然后我们把那个相扑选手给招出来 那而这个相扑选手一出现 就开始疯狂地吃食物 其实厨师他端盘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为了让他快 我就不停地再点那个厨师 就是让他供应小龙虾 看他都是一盆一盆吃的 然后钱都是总汇总一起算 价格都是每家店逐店递深的 像莫斯科这里都用QG下面都用B别脸G 然后大阪都是用别脸G的 接着的话当然最早的东京都是个位数了 那还有一些大家可以看到我厨师 其实每个厨师点开都是金牌 而除了这个最新的厨师只是个铜牌 然后当我等级到了100级 我还能再开一家新店 然后我们现在缺了点钱 不要紧 我们可以不停地点击那个厨师 让他不停地做小龙虾给顾客吃 又有个相扑选手来了 我们再看看广告 好了这位相扑选手来了 这次他正好坐在小龙虾旁边 所以我现在要他加速多做一些小龙虾 这好像身权还不够满 没关系啊 我们看左上角 又能看广告 好了我们现在看完这则广告 大家都会发现 我们顾客付的钱 吃寿司付的钱全部翻倍了 这样的话我们收入会变得很快很快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厨师 把它等级升满 其实就好了 为了把它升满的话 我们还是要等一下 那么他现在只是一名米其林一星厨师 要让他变成米其林二星厨师 那我们再看一段广告就行了 好了我们广告看完了 然后会发现厨师变成了米其林二星厨师 但他所有东西都只会做一个寿司 就变成了最基础的厨师 那其实这个游戏是不难的 大家会发现 无论你做多少寿司 居然没有成本的知道吗 所以这么好的游戏 我当然是选择卸载他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不妨点一个点 或者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都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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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